在中国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活动,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版的说法,让台湾又掀起了两岸关系的论战。 蔡英文总统强力回呛习近平,称台湾不会接受一国两制,也不会签订主权受损的和平协定。 由其反对签订和平协定的人,举出两个例子来凸显,签订和平协定代表台湾的未来就会像西藏一样被中共屠杀,或是像现在香港一样,民主发展受到限制。 关于西藏和中国大陆签订和平协定之事,根据蔡正元的解释,西藏事先宣布独立,中共解放军入藏作战,西藏战败之后签订协定,基本上是一个败战协定,并非战争之前所签,和台湾现在所谈论的和平协议,或协定,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。 那么台湾会像现在香港的处境一样吗?也就是所谓香港话,这显然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议题。 我们来看看台湾和和香港的一同之处。 相同之处,台湾和香港都曾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被殖民统治过,两地的居民都是以汉人为大多数,香港居民基本上都是汉人协同,台湾居民除了少数原住民之外,也都是汉人居多。 相议之处,先不谈台湾400年的历史,只就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的70年来看,台湾和香港就有很大的不同。 简述如下,一,台湾和大陆并未直接经由陆地相连,两岸最接近的距离是130公里,也是被大海所隔离。 不管是地理上或是心理上的安全感,都非香港可避。 二,台湾地理位置重要,控制台湾海峡,又是美国封锁中国大陆所谓第一岛链不可或缺的一环,这是香港所没有的地位。 简单来说,也就是更容易受到外国势力的介入、影响。 三,台湾有自己的军队,即便是规模不及中共解放军大,但是武器也算精良,训练严谨,在世界上也排名相当前面。 虽然不足以对抗解放军,下足武力入侵的力量却也不容小觑。 香港从来就不曾有过军队,对英国人而言,只是一个可供抽税的金鸡母。 四,台湾的经济实力同样也是世界前段班,和世界各国的分工和产业链架构都十分明确而完整。 香港,制造业和服务业也都相当进步,即便现在对大陆的依靠更大,并未丧失台湾特有的竞争力。 香港金融业的优势,由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迅猛发展,已经逐渐丧失。 五,台湾实施民主政治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,即便还有很多需要调整和改进之处,但是和香港相比,是截然不同的。 香港在英国殖民期间,从未有过民选政府,一直到转移政权给中国时,才突然给予港人选举。 简单来说,英国人故意要给中共穿小鞋,增加中国接收香港之后治理的困难。 因此香港不论在民主的素养和实际执行的经验,都不及台湾。 不像香港百年来习惯英国人派遣一个总督来治理,台湾常年民主的发展,会让中国大陆要直接治理更加困难。 台湾有太多的条件,不可能会像现在香港的处境。 以上简单列举,只是要说明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。 那么,台湾为何要此时和大陆签和平协议? 正好就是因为还有这些条件,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较佳的成果,若是一拖再拖,中国越来越强大,美国势力逐渐无法在亚太地区维持优势,我们谈判的筹码越来越少,未来非常可能在中美大国博弈之时,成为美国卖台的一个好商品。 到时候若是B的只能和大陆签成下之盟,还有何尊严可言? 所以不要再以台湾香港话或是台湾西藏话的说辞,来阻挠两岸协商和平协议的签订。 新号作者为大学教授 新号作者为大学教授